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召开在即 近日黑山共和国驻华大使达尔科帕约维奇 接受中心社记者独家专访表示 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止黑中两国当下以及未来的合作 达尔科帕约维奇表示 黑山与中国传统友谊深厚 合作历史悠久 自2012年黑山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以来 两国经济合作不断加强 达尔科帕约维奇认为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有利于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期待此次峰会将带来更多好消息 希望未来能够加强黑山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黑山共和国总统米洛九卡诺维奇 在与中方企业代表进行视频连线时也指出 通过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中国与黑山在许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除了学生交流文化合作大学合作等 两国的合作越来越多的转向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 他提出希望能够与中国加强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 主要是交通 能源和旅游方面 他还表示疫情极大的改变了社会 社会政策越来越显示出极重要性 各国的公共债务也在上升 还面对着气候变化和生态问题等挑战 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会 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发明新冠肺炎治疗药物 使得国际合作更进一步 经济得以复苏 他希望疫情后黑山与中国的合作会更有活力